上次天文 下次地理 我是戴立刚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看着时间 你有没有注意到 年真的越来越接近了 不过许多人在这股市里面的朋友 都会想着说 剩下两天的时间 台股可就要封关了 我们今天可就请来了 我们的财经专家 当然现在这时候 如果你在主评或子评的朋友 那当然也欢迎您加入到 新闻龙卷风的子频道 收看我们新闻龙卷风 因为目前我们新闻龙卷风 在新闻的中间新闻的直播 跟新闻龙卷风 都有进行双开的动作 但是财经专家 就要来给大家解谜 因为在未来 我们的股市 在封关以后 一直到过年再开市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每条大街小巷 每个人的嘴里 都是台积电 台积电 你还是台积电 我想你要跟我拜年了 结果搞到最后都是台积电 不是 我觉得 我没买 可是我觉得不管这个问题 不管立冠哥你有没有买 实际上全台湾 不管是单独买台积电的 或是他买了 有台积电的ETF 或者是他买了台股的基金 里面一定也有台积电 如果他买的是亚洲基金 或是大中华基金 里面也有台积电 那里面也有台积电 也有台积电 那怎么看起来台积电 跟我们是完全不能够分割 如果他买的是 国际型的科技类的基金 那国际型的 那就没有台积电 也有台积电 那个也有台积电 这个先跟大家拜个早年 那因为再来 我们再看到各位 我可能应该是过完年后 但在这里呢 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已经攸关 几乎很多台湾人的 荷包问题 真的啊 因为我刚才这样一讲 你觉得全台湾有多少人 直接或间接 跟台积电有关 看起来几乎全民 都跟台积电有关 所以现在 你现在所有的 只要相关的东西 都是跟台积电 可以绑在一起 而且现在说真的 只要谈台积电 绝对上这个 Google关键字 对 打台积电啊 或者是说 我们也发现 大家还是很多问题要关心 一起一直追踪 所以不是我们刻意要谈 是不得不谈 真的不得不谈 不得不谈 好那就来谈谈吧 而且我相信大家还是 也有很多疑问 很多问题 那当然我们在龙卷峰里面 我们也很认真的去跟他 做了一个资料的整理 上市天文下支地理 对不对 好 那你看这个台积电 最主要的股东是谁 其实就是外资 对 那这个外资呢 在前一段时间 我们从二 我们帮各位稍微 时间往前拉一下 拉到2021年1月20号 那时候是卖超的 可是从1月20号 到29号这段时间 其实我相信多数人 心里面都有一个疑问 什么疑问 就是你们台积电 你们外资不是把我们台积电 讲得捧上天了吗 对啊 说有多好又多好 坐六看七千里之外 哇 对 越喊越高 可是为什么你还一直卖 那实际上 那他真的是看好我们吗 没错 那上一次我有解释 跟大家解释说 其实这里面 当然包含殖利率的问题 包含做一些 短期的获利调节的问题 所以你看没有多久 2月1号真的外资就回来买了 你看2月1号 2月2号外资就回来买 又把台积电也给买上来 所以前面的跌 其实那个时候是在盘整 对 而且他现在这个时候 外资又开始进场了 因为他手上调节了一些以后 实际上他想 这个又回到台积电本身的 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思维 那实际上 我也跟大家讲一下 那就看起来台积电 还真的有机会千里之外了 对 那因为大家对台积电 其实开始有一些质疑在哪里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车用晶片的部分 这个车用晶片的情况 我跟大家讲有多严重 因为现阶段来讲 包括福斯也好 福特也好 Toyota也好 Honda也好 你讲的都是全世界的大厂 反正你念得出来的 我跟各位讲 甚至我上次问了这个 其中某德国知名品牌的朋友 他们的车厂 他说你现在买车 你现在付钱 就是现在下定 那车子才开始坐 但是多久以后能交车 不确定 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就说真的缺晶片 我说所以这个不是媒体操作 可是问题为什么要缺晶片 明明车用的晶片 又不是非常高端的晶片 好 原因很简单 因为疫情之后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手机卖得很好 笔电卖得很好 所以所有晶圆代工大厂 当然就专心的制造手机 做笔电 这个制程要用高阶制程 然后再来利润好 对不对 那问题来了 那传统车厂 他没有想到说 疫情还没有恢复 可是大家买车的这个动作 比以前还猛 对 那怎么办 因为他没有料到 所以他没有库存 所以他预复的本来的晶片的量 没有准备这么多 对 所以等到车子的订单进来以后 他们也不以为意 反正就这样 我们先把库存销一销 销得差不多 我们再来下订单 因为万一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那我们库存挣那么多怎么办 对 如果存太多也不对 可能会有库存叠价损失 好 结果没想到这个情形是 越来越严重 而且重点不是说 他的晶片要不要下的问题 是单子下出去 回应回来 不好意思 我们没有办法供应你足够的晶片 因为现在已经 光这个手机这些 因为手机跟那个Nobuco的利润太高 我宁可去做那些 我不要做车用晶片了 这样就已经讲了两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就电动车 电动车又有什么关系 汽油车跟电动车不是不一样的系统 但是现在因为大家跑去做电动车的晶片了 那电动车的晶片 一台电动车要用的晶片 又比以前多很多 又产生一个排挤效果 压缩到的传统汽车的生产 没错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各大车厂 停工的停工 流值停薪的流值停薪 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没有晶片 那我生产车子 所以我有钢板 我有轮胎 我有引擎 我有电速箱 但是我缺缺缺了晶片 什么都动不了 动不了 好 所以这时候不可能一直等吧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既然变成一个国际性的政府出面 要来协调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礼拜 就是这个礼拜五 经济部跟美国 还有台积电 既然是三方要来做一个视讯会议 跟台积电视作视讯做什么 我这样讲 德国也缺晶片 对不对 他也找人找政府 跟台积电来沟通 透过第三方来沟通 台积电可以思考 我说立刚 瞧一下 弄一点晶片 你帮我去跟台积电 讲一下好不好 好 那因为你是中间的 那台积电会跟你说 你跟他说 没有那么多 因为别人也在等 如果他真的要这么多量 我们可能要涨价 要不然我没有办法插队 至少有个弹性 对不对 但是我想问的是 视讯会议的时候 美方政府代表 可能就是经济部长 对不对 然后台积电的代表 三个人 然后美方直接说 我要晶片 我就是要这么多 不是你要不要给我 是我要这么多 台积电说 然后就跟王美方 你跟他讲一下 可不可以飘那么多 或是我要涨价 因为美方也在会议上面 所以如果这时候 美方狮子大开口 然后政府也希望 台积电去承受 去接这个单子的时候 台积电要不要做坏人 对耶 可是台积电自己做坏人吗 不可能 他是商人 他怎么可以做坏人 那如果台积电说no 是不是也给我们的政府 没有台阶下 对 这时候他要考量的 不是只是单纯 有没有利润的问题 然后要不要做这件事的问题 但是他如果说了yes 那他可能自己就惨了 为什么外资 一直在担心这件事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当他一说yes 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就好像我煮菜 我两个锅炉 我动作快一点换一下 多出几中间插队的菜 不是这样 不是现在的晶片 高阶制程的晶片 已经排到至少三个月后 而且根据估计 有的排队 都已经安排好的 我讲安排好的 因为你不能打乱 所有的流程 因为你不可能 前一分钟生产的是高阶的 后一分钟设产测用晶片 对 这个至少半年 所以就算排队 可能快则三个月 慢则半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产线 做重新的调整跟配置 而且因为这个要集单 这个要很 因为我随便生产 也要40到50天 好 那我三个月 至少你是要等三个月 然后我再用减少 20到30天 是不是其实也要四个月了 再怎么样 车厂是不是都要等四个月 那也就是说要等到 今年的Q1结束 这次开完会议 2 3 4 5 至少要6月了 那已经到Q2了 所以不管再怎么样 也就要这么多时间 所以台积电 势必要用特级的方式去处理 可这么一处理 成本一定提高 效能一定下降 还有量率 因为吃快都破坏 你一说量率 可能就会比较不佳 我担心也会下降 那这样是不是会冲击到 台积电的毛利 甚至冲击到台积电 整体的获利 因为产品的毛利 本身就不一样 加上成本提高 所以台积电 其实已经有在 有在思考 就根据这个同行的讲法 台积电有在思考 是不是要调涨 15到20% 这样的涨的 晶片的幅度来说 还蛮多的 因为去年秋天 已经涨过一次价了 所以这一次在涨价 我们叫连续上涨 所以为什么大家觉得 担心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觉得 也因为这样 你知道他后面 有几个客户吗 后面有多少客户 有30个客户 有这么多客户 然后其中有两个 很大的客户 一个是AMD 一个是苹果 现在AMD跟苹果 心里在想 还有NVIDIA也很大 NVIDIA很大 就是我们讲那个 绘图晶片 很厉害的 独立显卡 那他心里想 看样子 台积电应该会答应 但如果真的答应的话 那他们这些晶片 生产出来的时间 就会往后delay了 没错 那怎么办 所以他们也开始思考 现在开始偷跑了 因为韩国的媒体爆料 爆料什么 因为我们别忘了 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一个 三星 晶圆代工市占率很高 就是三星 所以已经精传台积电的大客户 其实AMD 还有包括特斯拉 已经开始转单给三星了 我们这样接不到单 反而转到三星去了 那这怎么办 对 可是这时候 其实我当然要帮台积电讲讲话 台积电现在有点像三明治 我的产能其实已经满了 我也很想接更多单 所以为什么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 要拉到两百五 两百八十亿美金 那但是你现在突然转单来 我要不要做这件事 好 我不做 全台湾的人都会骂我 一定会骂 你问政府 你现在 好 可是做了 我的股东会骂我 对 外资也会骂 客户也会骂 所以他其实现在是骑虎南下 他怎么做 就是父子骑驴的故事 怎么做都会被骂 那糟糕了 那这下子台积电现在可伤脑筋了 那我觉得 双方都要不得罪 一切要得到最好的 最大的利益 又不能出包 对 那看起来这条路 现在要抉择 还真难抉择 这我们也很难帮他下决定 父子骑驴 谁要骑驴 还是两个都不起 坦白讲 要由他们自己去决定 但是事实上 确实现在出现这种紧张的状况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什么事情有趣呢 我们发现一件事 这个事情是什么样子 我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大家都讲外资外资 这家公司叫Ark 那为什么这个Ark这么有名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为什么要讲Ark 这个是一个ETF的 这个管理 基金管理公司 ETF也是一种基金 那这一间公司有名在什么 他的这个操盘人叫Casey Wood 一个女孩子 大家称他叫做女版巴菲特 因为挂上巴菲特我们就应该知道 很厉害了嘛 股市的神手 但是他不是巴菲特的亲戚 他不是巴菲特的徒弟 他叫女版巴菲特 所以就是说他的判断力 跟能力方面来说 跟巴菲特有雷同之处 你知道2014年开始 他的绩效连续打败 S&P500的表现 这么厉害啊 这么厉害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关键是 当时他看好特斯拉的时候 没有人看好 而且特斯拉涨越凶 大家放空 特斯拉放空的越厉害 他买越多 后来证明他是对的 因为现在特斯拉已经 涨得非常高 这个很惊人了 对比台积电还高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大家突然发现说 哇也就叫他什么 叫做 因为他是wood 木头嘛 叫他木头姐 突然把他拱为木头姐了 那所以大家就开始关注 因为有人每天去追踪 这个ARK 他手上持股的情况 结果发现 妙的是什么 就是刚才我们台积电的股价 大家还记得有一段时期 在修正下跌 对不对 我们 你说的是这张 不好意思 请立冠哥帮我拿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有没有 其实在这里 台积电679 创新高以后 隔天股价就开始修正了 很多人就说完了完了 台积电是不是要从此崩盘了 因为外资一直卖 有人说外资一撤的话 只有我们自己的人接手 那就完蛋了 然后又讲到插鞋筒 又讲 你看散户就不团结 因为你看外资 1月20号到月29号都在卖 可是后面两天 其实外资一买 台积电只跌 而且跳空上来 这时候大家就发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奇怪 为什么台积电在跌的时候 有人大买 谁在大买 不是散户 不是 不是一般散户买的ETF 既然就是ARK ARK在买这个东西 对 然后 他现在这时候大量在买入 而且我补充一下 ARK这一档 他是一个ETF 他叫主动式的ETF 就他会去思考 在他这个ETF里面 他会加码什么样的股票 你知道他现在 因为他现在的规模 高达160亿美金 全世界最大的 主动型的ETF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立刚我们当然想知道 他买什么 对 但是这几天上涨 他稍微有微调一下 所以你从这两个地方的曲线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对 因为实际上 立刚其实这一张可以不用 我用这一张这里讲就可以 就是紫色的这个就是 他手上台积电持股的状况 那橘色这条线 就是台积电的股价 所以下跌的时候他买 然后慢慢涨上来 他有调一些些 但是基本上 当然我觉得 如果ARK也愿意长期 去持有台积电 实际上就ARK对股票的一个思维 他看好的公司都是 是未来非常有爆发力的公司 所以他的眼光其实很远的 对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用特别短线的 在想这个台积电 所以就说只要这个长期的持有 基本上现在这个时候下跌 只是一个短暂的修正而已 对不用太过担心 真的不用太过担心 那当然讲到台积电 实际上我们也要 也要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因为台积电要去美国设厂 对不对 那大家也开始说有很多人要跟着去 这是一定要去的 如果你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说实在的台积电过去 你一定也要跟着过去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卫星厂商都跟着过去 才成了一条链在那地方 那这时候大家就突然发现 台积电清点的一家 一定要过去的 可是在我们在上市柜上面 找不到这一家公司 哪一家公司 能过去的 我如果买他的股票 就我不买台积电 我买另外一页 那一定看好 未来一定是上涨的 对一定也赚钱 没想到 大家找不到这一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到哪去了 就是他坚持不上市上柜 太可怕了 这家叫长春石化 长春石化是 很有名啊 非常有名 很老的啊 老字号的 实际上过去几年 我们财经界 我们就知道 很多的大炫商 透过关系 不管怎么样 想要找他说 要帮他辅导上市上柜 他就是不要 拒绝 拒绝 所以真的是隐形冠军 他的隐形是 他没有上市柜 你找不到他 但是他真的很猛 第一个他供养 台积电在制程当中 所需要的一些原料 包括你看这里 他供应的这个高氧度的 双氧水 我讲一下 他的纯度是 兆分之一 这个兆分之一的纯度 是什么意思 我解释一下 如果比如说 我这个水 现在还没有开 对 那他是符合这个纯度 就是我们讲 兆分之一的 这个等级的纯度 那我把它打开了 说真的 打开 放在那 也不会怎样 那也没多久 我就放在旁边 可是隔没几分钟 其实就有一些些杂质 会跑进去 空气里面 你说灰尘等等会掉 可能就会掉进去 我们人还是可以喝 对不对 没错 而且你喝了 也不会有问题 但是就不能用了 在这个制程过程当中 就不能用了 要存到这样的程度 要存到这样的程度 不能有任何一点点的杂质灰尘 甚至任何的微粒在里面 对 但是长春做得到 他做得到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而且另外一个 它不只是台积电 非常重要的一个供应链 关键 这个制程当中 关键的材料供应链 包括特斯拉的这个铜箔 也需要 因为电池里面 需要一个叫铜箔 它的薄度只有5微米 它做得出来 因为这样可以提高 电池的效能 这个部分 因为它在全球 铜箔的市占率是20% 大家可以看得到 比例还蛮高的 20% 这很高 很高 所以它是不是一个隐形冠军 是 对 所以当然 我讲到这 我 因为大家都还是会问说 到底要不要报股过年 报股过年 这个事情 对不对 我再给各位看一个 很好玩的东西 我再来跟各位解释 要不要报股过年 这件事情 因为前一段时期 我们也谈过 这个航运 航运股 航运股 因为今天到这个 货柜运量非常的大 而且后贵的价钱 涨到更天高 有人说 那个 本来是兵力 后来变兵棒 他说他 他买航运股 赚的钱 可以买一台兵力 可是他没有获利了解 后面快速的下跌 变兵棒 所以吃钱的时候高 现在这个时候不行了 对 那所以在上个礼拜 1月29号的时候出现 这个我在 这个在脸书疯传 可是 这个图在脸书疯传 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 12点49分 那时候 这个阳明反弹以后 又开始下跌的时候 突然有人连续卖出 那这个连续 总共卖出几笔 14笔 每一笔都是487张 就是台语 如果我们讲 西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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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七 台语的念法 西北七 那当时大家网络一度在讨论 很疯哦 说是在骂 买阳明的人是北七 还是他在骂他自己是北七 因为我算了一下 这14笔487张 总共相当于台币 1亿3000万 这么多钱啊 我相信这不是 很多人同时做同一件事情 不可能 就你有487张 我们讲好了 所以你说可能是同一个人在干这样的事 一个大户 一定是一个大户 那他自己在骂他自己是北七 那我觉得不是骂散户 说你们这些白痴 我觉得不是 所以他是骂他自己是北七 我觉得他在骂他自己 所以他可能高点买 现在这时候连跌之后 受不了 他把他卖掉 好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戏就到这结束 因为连大户都认输了 因为跌成这样 对不对 这故事story ending 对不对 the end 就这样子 可是没想到 2月2号 就昨天 昨天怎么算 突然中午的时候 阳明这支股票 强拉到涨停板 锁住到收盘 那前面卖挑的不是傻眼 傻眼对不对 对啊 更夸张的事情是 突然之间 隔没多久 网路又开始疯传 一张图 就是既然有人用168张 总共敲进33笔 这么多 我算了一下 我又大约的算一下 那这样子有多少钱 1亿1000多万 等一下 前面也是1亿1000多 前面1亿3000多 所以我高度怀疑 敲出杨明的那个人 他真的是北七 所以他受不了 自己又把他买回来 可是后面又把他买进来 那买回来以后 为了求得好运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发 原来如此才168出现了 1亿1000万绝对不是散户吧 不是 肯定是主力大户 但你说主力机构 其实现在很多的实户 或主力大户 手上几亿在操作的人很多 所以我相信 应该是主力大户 重新回来了 那航海王是不是要重新上演了 大家也非常关心 所以我在这里 要跟大家讲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从台积电 在上个礼拜的卖压结束 到这几天的买盘回来 然后我们看到航运股 上个礼拜 10北7 气到出厂 再到168 重新回来买进 对 一路发 我觉得过年前的那个卖压 差不多了 所以我觉得报股过年 只要是大的股票 所以你说这两天的状况来说 应该就是一个平稳的状况 OK了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剩明天跟后天 对 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看我们节目以后 还有 基本上还有两天的时间 明天跟后天 对 但我跟大家讲 基本上第一个 比如说像航运 半导体这种 其实今年基本面 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已经修正过一次 在上个礼拜 甚至月初的时候 已经修正过一次的 我觉得你不用再担心了 它已经修正过了 已经这个体质稍微调整过了 所以这两天的变数就不会大 不会太大 这个不用担心 就报股过年 那如果说它的基本面很好 也都没涨的 那当然也不用担心 因为基本面好都没涨 比如说金融股 我觉得还不错嘛 但它都没什么涨 那这个时候 你当然就抱着过年了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 就是说跌到你自己吓到了 对不对 当时脚麻了没跑的 现在跑吗 这两天吗 可是脚麻了怎么跑 那就不要跑 算了 那所以你看起来这两天 大家就是以静置动就对 那你说搞不好 你没跑这些股票 年后突然反弹 那不是又可惜了 那只有哪一种 就是说中小型的股票 涨很多了 可是大家其实 并没有在讨论它基本面 或它没有什么基本面的 谁知道年后 大家会怎么变当 一想清楚以后 把它卖掉 所以要不要趁这个时候 把它做一个调整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样来区分 大家应该都能过一个好年 这样听起来的话 好像这样子看起来 这两天后要封盘的话 我们至少这两天的 整个盘算上面来说 你已经提点大家了 对 就知道怎么做了 对 所以看来今年的股市 在今天的时候 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 未来的两天 应该变数不会太大 对 那当然因为讲到台积电 我们不免会想到 因为台积电算台湾 数一数二的公司 那你要讲美国的公司了 这时候当然讲完台湾 我们讲一下美国 因为最近美国在 我们叫超级财报州 各个公司都要公布 他们的财报 对 那有一家公司很有趣 它要公布财报 当然大家也要关心 可是突然之间 这个讯息 大家更关心 就是亚马逊 亚马逊 亚马逊不是 以前只是一个 这个网路书店 你看它在19 1922几年 23年 19224年 你说已经100年前了 20几年 23 1927 23年前 2324那时候 它创立就26年前 26年前 所以大概是1924 1927 24 怎么会1924 不197 76 1924已经100年了 现在已经2021了 20几年 2000年左右 对 199几 1998年 99年 97 97 96 97 对吧 我想说192几年 不是那个 所以我在想说 那个数字 我一直觉得怪怪 20几年 白天看股票 看太多了 所以把这个年份 西人的年份 看得看不清 它创业20几年 那时候只是 我记得我们最早的时候 就亚马逊 就是我们买一些美国书 对不对 以前最早就是买 最早是eBay 可是eBay就觉得 都是人家拍卖的 那后来发现说 亚马逊可以买到新的 因为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立刚一定知道 学校有时候要买一些 国外的教科书 原文书 其实要找一些 在重庆北路 在重庆南路 的书店 或者台大对面 对 然后去请他们帮忙 都很贵 我那时候觉得 书商代理当然比较贵 我想说为什么原文书这么贵 你又没有帮我翻译 没有 我们有时候都整本copy 对 拿去那个影音店 然后买一本 然后考了30本 因为后来就是对不对 这个后来大家都抓了嘛 影音店不太愿意印了 后来大家就买 就去国外买 可是就觉得贵 对 那就上eBay找 eBay有时候可以找到便宜的二手书 后来就有亚马逊 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突然发现说 这个是什么 网路书店 我要找的这个书 我在网路上自己可以跟他买 真的可以吗 然后他寄给我 然后那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很不习惯 因为上面都英文 所以第一个 我英文的书名要对好 再来我要给他英文的地址 然后我就藏 然后整个流程其实很新 因为你要把中文地址翻成英文 很麻烦 对 然后你要信用卡 然后在上面买 然后又美金 然后那时候 担心说他不寄过来 那怎么办 对 我还想说是不是个骗局 是啊 但是因为有一次 就是我要买的那个书 连台湾的书店都说他们没有 所以非要跟他亚马逊 但是他是说要订要很久 我想那我就上亚马逊 去看到这本书 那我就 而且比书店便宜 比台湾的书店便宜 那我就订了 订了以后 就隔了很久 书真的寄来了 那时候真的 我跟各位讲 现在我们这个网路 买书太方便 你不觉得这有什么 以前难得寄到 那真的是 真的是很难形容 一种很妙的 突然之间有一本原文书 可以拿来翻了 对 那你要知道说 当时贝佐斯 也不过就是开这样一个 网路小商店而已 但问题 那时候的亚马逊 跟现在怎么多 不可通日而已了 这么多了 贝佐斯现在是 全地球最有钱的男人 身价将近两千亿美金 这么高 就是因为后来的亚马逊 已经不是单纯的网路书店 因为亚马逊后来变电商了 变电商了 而且疫情的关系 现在电商更流行 更普遍 然后又有网路部门 他自己旗下还有什么 要登陆月球的太空公司 太空公司 很多 对不对 好 那还有什么 跟针对地球 环保的问题的 努力的公司 所以大家突然之间 更关心的是贝佐斯说他要退休 不是退休 他要交出他执行长的位置 那谁要来当执行长 这件事很重要 他为什么现在这个时候要交出 这个很有趣 因为他觉得公司已经成长到这个阶段了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所以他说今年的九月预计要接棒 给这一位叫做贾锡 那这位贾锡其实跟贝佐斯相比 其实资历只少了三年 所以也是公司的非常重要的源 所以也是一起打拼出来 而且他在网路服务部门担任执行长 这个也代表说亚马逊 未来的一个发展 其实会非常着重在网路服务这一块 我们讲AWS这个网路云 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非常 现在亚马逊集团 非常重视的一个部门 那当然他说要交棒 实际上他还是位居 这个我们叫做董事会主席 就是我们台湾所谓的董事长 所以整个大方向还是他在决定 那只是说日常的执行 由这个贾锡去执行而已 但很多人就说 你知道网友很好玩 他就网友就说 哎呀连他都受不了自己 连他受不了自己 要交棒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很多人说 贝佐斯在这个公司里面 他的要求很多是非常严格 比如说你在工厂员工 因为贝佐斯不是有交货仓库吗 对 亚马逊的交货仓库 不可以讲话的 不可以对话的 甚至其实在这次疫情当中 更让大家觉得 诟病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 第一线基层劳工的 高危险工作津贴被删除 然后包括你防疫的 相关的设备都没有 大家才去 才更回头去检视 原来这个贝佐斯 这个亚马逊 对员工的压诈其实是有名的 之前史安有闻这些新奇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信口开合的 是很多网路上你可以找到相关员工的评论 甚至还有员工 就是不断的接二连三的跟亚马逊打官司 这样子 闹到劳资问题去了 对 所以不是我们信口开合 确实有这样的情形 所以他们都讲 他是一个灌老 无人性灌老板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很多人也很开心 说那他要给这个假息来接 很好啊 因为连他自己都受不了自己 那所以换了假息会变好一些吗 但问题是 大家觉得说 你在这个时间里 因为疫情期间 亚马逊赚很多钱 对 因为大家开始网路购物 尤其是这个去年的第四季 整个营收大爆发 叫去年同期成长超过44% 成长这么多啊 整年度是叫去年 前一年成长这个超过三成 那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好像你是在这个公司营运 最高峰的时候 这个急流涌退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 你制造了很多的问题 包括我刚才讲的疫情期间 你对员工的态度 还有过去一些劳资的纠纷 你对这个公司 大家也说 他其实有点像雪旱工厂的味道 再来还有一个就是说 他们也想要类似做 像Uber这样的一个投资的生意 叫做亚马逊Flex 结果没想到他跟客户 因为他们的这些司机的薪资 是比像Uber这样 是稍微少一点 所以他的薪资几付 其实比Uber要低 所以相对的 如果他跟Uber 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的竞争力可能就变得更强一些 对 但是客户是不是可以 还有包括他们自己 亚马逊本身的司机 的薪水也比较高 所以你来签合约 做这样的合约司机的时候 因为薪资比较低 所以客户给了小费 是不是应该要给司机 对 那这个亚马逊的说法也是这样 可是实际上最后 客户给了小费被谁拿走了 谁拿走 司机 被亚马逊拿走 亚马逊居然把小费给收了 所以等于是他侵吞了 这些司机的小费 这个目前也是观感很不好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亚马逊现在大成这样 那最近世界各国 包括欧盟 不只美国 包括欧盟 大家在谈论一件东西 叫做 规模叫反托拉斯 也就是说你公司大成这样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种所谓的 这个 要怎么去制衡 对 那我们要怎么去讨论 可是亚马逊大到这种程度 基本上美国 他对他应该是无可奈何吧 其实也不一定 以前AT&T也是最后被拆了 AT&T这么大的情况 大家也觉得奈何不了他 最后也是被拆了 你不可以变得独大的巨措 还有一个就是 未来科技税 科技税的问题也在讨论 那所以他在这个时间点走 有没有一种感觉说 你现在你延伸了 这么多的问题出来了 但我因为后面不想收拾烂摊子 你现在拍拍屁股走了 然后讲得很好听说 我不是要退休 那你说留得美名吗 对 我要去研究外太空 我要去研究环保 可是实际上 未来的这些烂摊子 交给谁 交给贾锡 所以他这一番话出来以后 其实网友的评价 并不是 所以并不是都正面的 不是歌功颂的 反而有些东西 是负面的开始出来了 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做了这些烂摊子 你拍拍屁股要走 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想法 他想要搞一些太空东西 现在搞太空 马斯克也在搞太空 因为搞太空很花钱 是啊 真的很花钱 他从特斯拉 从地面跑的东西 跑到了外太空去跑的东西 因为我们刚才讲 贝佐斯是地球上最有钱的男人 对不对 可是其实今年一月的时候 被这一位超过 被马斯克超过 这一位超过 但是短暂的 因为很快贝佐斯又回来了 二月三月电商 但是奇怪 有钱人想玩的东西都一样 跟我们一般人玩的不一样 贝佐斯说要登陆月球 对不对 对 那马斯克要上 他要去火星嘛 他们就研发这些火箭 要做太空商业旅游嘛 但是最近又发现这个 这是SN8吧 我记得 还是SN9 SpaceX的 SpaceX 叫星舰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升空以后 才短短这个不长的时间 好像是升空 我记得是10公里高 但是没多久要降落嘛 结果失败 又形成火球 因为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火箭 其实没有顺利 没有顺利的脱离 结果爆炸的时候 降落的时候 又没有顺利登陆 又爆炸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说 上太空这件事情 花钱之外 其实又没有那么容易 而且不一定安全 对不一定安全 你想想看 塑上秋安一爆炸 你连回都回不来了 所以我觉得 马斯克是不是还是专心的 在 他擅长的电动车 这没有问题吗 电动车至少 现在这个时候 他可是这个独占 但是讲到特斯拉 我也让大家 我们也来 这个 我们叫什么 上司天文下司地 我们也来帮大家 聊一聊 特斯拉的车子 对 因为 跟他的工厂 其实以前我 我一开始看 龙卷风的时候 以前我不是来宾吗 我也是看 你在家里当观众 对 那时候我很喜欢 龙卷风就是说 常常会有很多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对 看这个节目就有意义了 每天都怪东西出来 对 我们团队非常努力的 没错 大家知不知道说 其实电动车这件事情 它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我 我如果跟传统一样 我坐一台车 然后我要很多的 车子是好几百片 然后焊起来 而成一个车壳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车子 是不是会做得很慢 是 然后车子又会变得很重 那马斯克真的很厉害 他用一个压住机 这个压住机是很可怕的 他是要 光运送这个压住机 本身就好几台货柜车 把零件运进来 然后再去 就变成说 我可以一体成型 把这个车壳做出来 所以我这么一压下去 就压出车子的形状 对 时间缩短非常非常多 然后第二个成本也降得非常多 然后速度 制作的速度也变得很快 那这样子看起来一切不错 然后车子又变轻 效率就变高了 这是一个特斯拉非常重要的变革 从这个Model S以后 就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全球最大的压住机 这很可怕 我刚才讲 这个要好几台货柜车才运得完了 而且它在组装的时候 没有办法靠人工 人就这么小 没办法靠人工 人这么一点点 它这个是要靠大型的这种 那种吊背机 有没有 才能组装完成 但是不止这个 其实还有一个 可是我这个压住机有了之后 我制造车子的速度 就变得非常快 我整条生产线的产能 就顺了嘛 量就很大 那我一年要50辆 100万辆 50万辆 100万辆 甚至是全球供应 如果5000万辆 应该都没有问题 可是问题是 为什么特斯拉 它的目标只能喊到2000万辆 其实很多人开始在想 这个数字的问题在哪里 后来发现一件事情 因为电动车 我们就是电池嘛 对 那我们去想 过去的燃油车 我要做几辆 可以做几辆 反正我做出来给你 你去加油就是了 你只要到加油站 去加油就好了 可是问题是 现在电动车是 你要附上电池 对 那你要附上电池 这就一个问题 电池里面的材料 是不是能够无限制供应 说到材料这部分 这些里面 有些这个属于贵金属 或者是属于这种 稀有金属的 你要是找这个材料 还真的是不容易 因为有些东西 是稀土里面去体炼出来 相对的 只有某些国家有 那你非得要靠这些国家 不靠这些国家 你还做不出这些电池 对 立刚说的是对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叫做菇 就是金属的旁 一个骨 然后再一个骨时候的骨 对 那这个骨呢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电动车的产量不大 那电池产量就不大 用量就不大 大家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反正先解决 这个能够有电池的问题就好 能有电池 能先上路才最重要 当然有了电池 能上路以后 大家要开始去思考 是电池的密度的问题 因为你越紧密 你的电池的电量 就越大 你的续航力就越好 可是相对的 你的温度就会越高 你电池本身的散热系统 就要更好 对 那这时候 大家都开始去想 那我 沽这个材料以外 我还会用别的材料 这是一个 其中一个实验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大家发现 因为 你沽做出来的电池 可以用 对 就开始 哇 这个 大家都采用以后 估的需求量大增 那估的价钱就上涨了 简单来讲 现在市场的需求量 可能要50万吨 可是问题是 它只能产出20万吨 那就导致估的价格 大幅度的一个攀升 之外 这是第一个原因 还有 第一个是我刚才讲的 电池密度的问题 对 就大家 希望密度更高了 发现 一定要别的材料进来 光只有估是不够的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价格的问题 那第三个是什么 其实大家会发现说 原来全球大部分的菇 竟然是来自于钢果 非洲钢果那个地方 每天在动乱的地方 那个钢果 对 那你要知道说 在那种地区 我们有看过 以前有部电影叫雪钻石 对 那他们去开采钻石 不是说小朋友 或是 那其实是很危险的 那一样 菇在开采的过程中 它会有放射性元素 那对人体是有危害的 那非洲其实 结果又有很多小朋友 去做那边开采动作 对 所以变成叫 雪的 被称为带雪的 矿石 那所以如果我持续使用菇 会不会未来又成为 环保人士 或者是 现在很流行的 叫做ESG的概念 的抨击呢 所以他们开始去思考 能不能找到 另外一个替代品 所以你要把电池 做替代品出来了 那确实刚好有人 有教授研发研究出来说 加了镍以后 第一个密度更高了 续航力更好了 而且镍的含量 相对来讲是非常丰富的 开采的成本也大幅度的降低 那所以相对成本的价钱 下降之外 产量又变大 对 市场的需求量大的时候 我就相对的可以供应 这些需求了 所以为什么之前就有说 这个特斯拉到印尼 去设立这个电子工厂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所以我觉得 未来电动车真正的 应该说它的未来 就是说是不是能够 这么多产量 壳已经解决了 再来就是电池 那电池的核心就是镍 所以未来 电动车的未来 真的就是镍 我们就要看这一件事 那看起来在这个时候的特斯拉 它的改变就在现在 这个时候准备要进行中 对 好 那其实讲到这里 我相信 这个也许大家也很多问题 想要讨论 想要聊天 对 好 那想不想 所以我们就可能要去开房间 你个什么跟什么 越讲越奇怪了 两个男生开房间 可是立刚 我跟你讲 现在网路真的流行这个用语 就是开房间 什么叫开房间 简单讲 不只在圣诞节的前一天的时候 跟那个业员之两个 跑到饭店里面去 我们是拍了一段影片 在龙卷风里面放出来 那我们假设说 你个业员之 到了这个房间 你们想要 你们其实就是去聊天 做什么 那我们也想参与 这样子 就听你们聊天 会觉得有趣 因为你立刚是名人 业员之也是名人 你们两个都是名人 所以我也想 听你们聊天 好 可是你们两个会觉得说 那万一我们讲的有一些 很机密的东西 对 你们听没关系 对不对 但是你把我 留党 那就不行了嘛 那现在很好玩 我等一下会解释 这整个很有趣的一个生态 我们先来讲 最近 因为现在马斯 你看我们刚才就讲了 亚马逊 贝佐斯 所以马斯克很有名 那马斯克说什么 就像他的电动车 要去投资比亚迪 大家觉得好厉害 大陆的比亚迪 对啊 然后马斯克最近又讲 他就在他的脸书 竟然讲到一个说 他要去一个地方 就好像你立刚在脸书 发文说 今天我要跟月言之 在酒店 905号房聊天 欢迎大家来 类似这样 那如果写这样子 会不会一堆人就跑来 一定的嘛 对啊 因为大家会好奇 想说你在那里干什么 因为你讲 你已经讲时间地点 对 你还讲欢迎大家来 那马斯克就说 他在这个地方叫clubhouse 你说马斯克也干了同样事情 他就说他晚上10点 LA时间 晚上10点 就在这个地方clubhouse 那你就想 什么俱乐部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 好我们去啊 我们就去 那麻烦了 因为你一定是搜寻clubhouse 是啊 对不对 好一搜寻以后 怎么样 有人就说 原来是一个APP 就赶快下载 结果没想到 clubhouse是APP 对就是 可能大家就想 它是个APP 它是不是一个社群 社群 网络社群这样 网络开始搜寻 然后也没有找到什么太多 结果我发现 好像是一个APP 结果去下载 对不对 可是这个APP 目前只有在苹果的iOS上面有 所以也就是 在Google上面没有 对 那Android上面 你一样会找到一个 clubhouse 可是你却没办法使用它 对 此clubhouse 非比clubhouse 怪咯 为什么只有苹果可以用呢 一开始而已 那更有趣的事情是 大家就又开始联想 这个是不是马斯克又在投资什么东西 因为这是一个新创公司 所以你自己说这个是新玩意儿咯 对 那股票没有 有没有呢 上网找一下clubhouse 有没有找到 真的找到了 厉害 那你看 那它是不是故意用 这样方式让大家来搜寻呢 那你看马斯克的特斯大会大涨 对不对 那我没有买到特斯大的人 我是不是赶快来买clubhouse 你买这个也会大涨 因为它背后老板是马斯克 可能嘛 对不对 结果果然它的股价真的大涨 结果后来大家发现 真的从头到尾乌龙一场 怎么可能是乌龙一场 这有点奇怪了吧 我先解释一下 这个clubhouse是一个新创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新创的概念 其实股票还没有上市 它现在算是一个独角兽 市值10亿美金 那马斯克只是去那个上面 使用这一个社群的功能 那这个app只有在iOS有 所以它在Google上面下载的 也不是它 所以后来Google上面那个 那个clubhouse那个app 他们自己先下架 因为他们觉得太困扰 因为根本不是 马斯克讲的那是clubhouse 然后再来那一个股票 我讲真的有挂牌 那个clubhouse 其实是一家医疗公司 也不是我们现在在讲的clubhouse 你这个差的太多了吧 就差很多嘛 但是我们真的知道 马斯克的力量 对不对 他也号召 多少人跟随着而走 对那我现在就来讲 这个clubhouse 为什么这么有趣 首先我们刚才 刚才比如说 我讲立冈 你跟袁之兄两个要去聊天 对不对 但是你只邀请我 谢承彦 所以你有邀请我 我才能去 对 好那因为我就有邀请马了 所以你要有邀请马 好那可是别人 有看到你的讯息 他可不可以去 不行 他进不去那个聊天室 所以他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因为他没有邀请马 对 所以第一 那假设我邀请 比如说这个进函 我就邀请他 或中博 我就邀请中博了 那中博就也可以去 那我邀请他 他就有两个邀请马 他可以再邀请两个人 比如他想要找干哥一起上来 或找圣梅姐一起上来 也可以 所以他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 有限制 但是一个人可以给两个 就是二的N次方 还是可以一直 所以这聊天室 可是是扩散的速度相对很快 可以扩散的速度 那所以他的第一个特色是什么 你一定要邀请马 他跟一般不一样就是 你不是任何人 想要去Clubhouse就可以 就好像我们以前 去参加一些名人的party 那个门口的保镖 我问你你有没有邀请函 对 要邀请函才能够进得去 而且你只要能够对得上 没错 就是类似这个概念 但是很多人弄到了邀请马 但是他不一定会想要去 那个聊天室 所以他竟然在网路上贩售 要一百美金 这也可以卖钱 而且真的很多人想要 无处不生财 连这样都可以生财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因为现在连欧普拉 也在这一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马斯克 欧普拉还有很多的 好莱坞巨星 或是政治商界名人 都上这个Clubhouse 干嘛 开一个聊天室 大家上来聊天 所以就很想要 而且有了邀请马 我上去以后 我可以看有哪几家 有哪几个聊天室 我想要进去 我可以今天参加这个 明天参加这个 我等于看到不同的东西 而且他很有趣 就我也可以不讲话 我纯粹要有观察 我纯粹在那边听 那如果我想话 我就按一下举手 那基本上主持人同意 你就可以发言 提出你的问题 是这样子 而且更有趣的事情是 世界各地的人 如果都在上面 你可以聊各种话题 所以我跟世界各地的人 都可以从这上面 来进行沟通了 就是过去我们学术界 常常会有这种 多元论坛 就是主题 大家来参加以后 他有好多主题 你各自参加 你这边听一听 你不喜欢 只是因为在视讯上面 对 那从这个实体搬到视讯 这个网路上 但他不是 他看不到人 他就听声音 而且那个音质 非常有临场感 他做得非常好 非常好 那再来呢 更有趣的是 这个会议结束以后 不着痕迹 所有过程的音档 都不会留存下来 这怪了 为什么不留存 这样你才能 尽兴地发言 尽兴地聊天 你讲那些什么东西 如果说你有存档的话 人家可以追溯去看 而且万一给你 看完直接指责你 甚至把你截录出来 对 那你是不是不敢尽兴地 畅所欲言 没错 那所以 大家现在就很想 要上这个地方 但是你一定要邀请码 我们刚才讲 对不对 怎么拿到邀请码 你要iPhone的用 因为现在只有iOS 那你有邀请码可以参加 那怎么办呢 找已经是会员的朋友 邀请你 对不对 那或是上网搜寻 现在也可以 Clubhouse邀请码 再来你加入Line群组 大家想办法 一直邀请 因为现在聊的主题很多 包括科技音乐 什么都有 而且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比如说 立刚 你邀请我 我们到这个聊天室来聊天 结果我乱发言 乱喷 我会被踢出去 会被踢出去 对 那我被踢出去 对不对 是你邀请我的 不好意思 你也会被踢出去 所以我邀请的人 我不能随便乱邀 对 我要由所选择而邀请 对 或者是你邀请我 我也登录了 你自己乱喷 我也会被踢出去 那你也被遭殃了 也遭殃 所以 那这个机制当然就是 他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你不会乱邀人 比如说这个谢晨彦老师 乱喷 不要邀他 他那个水果歌 不要叫他上来 相对的他就会等于 有所筛选了 对 那比如说 你邀我 我会觉得说你的言论 好像比较偏激 会不会被踢除 我也不想 我也不接受你的邀请 这个机制其实蛮有趣的 对 但是现在大家担心一件事情 担心什么事情 好 比如说 如果比较有歧视性的讨论 比如说我主持人本身 就是比较有歧视性的 当然你有歧视性的发言 我就不会把你提出去了 对 因为我是主持人 我的发言就是 有偏见了 所以你们的发言有偏见 当然我更喜欢 那再加上他又不会留下存档 大家的发言是不是会很努力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群族讲话的时候 大家可能肆无忌惮了 对 那有没有可能变成是另外一种 让他们这些同温层 在另外一个受保护的地方集结 比如说有种族歧视的 宗教歧视的 或者是暴力色彩 白人至上的 之类的 然后反而在这个地方 把大家聚集起来 而且因为 他有一种精英体制的概念 因为你要受到邀请 你才能进来 你有一种优越感 那会不会跟过去一些 神秘团体的经营的思维 会有点像 可是以前神秘团体的经营思维 他们都是在实际的一些 宗教仪式上面 但这个东西变成在网路上面游走 那其实我们去想一下 要当时要加入这些神秘的团体 比如说美国大学 不是很多兄弟会 对 你是不是要经过很多关卡 你是不是要接受邀请 是 好 然后再来 所有的活动 是不是没有留下证据 因为他们都秘密在进行的 然后他们是不是同温层 而且他们也是连做法的思维 对 你不觉得 等于就是把 美国这些 大学的兄弟会 搬到网路上来吗 那所以也有人担心 而且以前实体的 我可能还能追踪 因为你再怎么样 你总是会留下一些脉络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可是现在网路上 真的走过不见得会留下痕迹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但这个东西的原创可能是个好意 但是到了后面 如果变相的变成某些族群的聚集 而在那里面 做一个发酵的作用的话 反而这个Clubhouse 未必是一个好事了 对 我们可能还是要观察 因为我们不知道 后面它发展的情况怎么样 但是说到这两个创办人 我觉得还是很天才的 一个是戴维斯 一个叫赛斯 这两个 那当时2012年的时候 他们创立一个叫HIGHLINE 就很有趣 这个其实有一部电影 有演过类似的概念 就是说我现在在博物馆 然后我想要找附近博物馆的人 表示我们的兴趣是很像的 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聊天 一起互动 分享我们参观博物馆的心得 类似这样 那其实过去有一些 电影也有演过类似这种APP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 那我搜寻 对 搜寻周遭究竟有什么样的 其实也有点像微信 就是附近的人 但是 微信可以搜寻 对 但是他没有办法更明确的去 找出附近而且有兴趣的人 那他们就往这个方向去找 那后来又做了talk show 就一直到现在Clubhouse 但是你说像这样的新创公司 但是很多 大家一开始会觉得很好要投资 对 可是你看像孙真益 那时候投了非常多 他投了47家 就26家赚钱 其中我觉得 他投资到目前为止 可能都还在这个 有争议的 比如说像Uber 到底能不能赚钱 其实都还有一个 对 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WeWork 那WeWork刚出来也很火 叫共享办公空间 也就是说 我们不用自己 自己弄一个办公室 他有一个办公室 共同使用 共同使用 你需要使用的时候 你进到那办公室里面去 对 那甚至就是说 里面有会议室 有咖啡厅 有什么的 但是都是大家共用的 我们一起来使用 刚开始这个idea很好 但是投资这个到目前为止 也是亏损 所以到底这些新创事业 因为它代表的未来 所以起头的发展 看起来是还不错 可是后面的能够 是否延续下去 那还是值得这个 再玩味了 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突然之间 大家觉得 我们要跟人聊天 跟人接触 有一些困难 然后在这个网路空间上 我们能够互动 好像是一个蛮好的 而且我们可以共同去讨论 大家感兴趣的议题 再加上说 在这上面你有机会 去跟名人聊天 比如说跟立刚聊天 平常很难 可以跟他聊天 当然也是一个 引起大家的兴趣 但是未来我刚才讲到的 就是说它会不会引发 我刚才讲的那些问题 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不过说到现在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以目前的话 这种新创公司的发展来说 其实未来的整个取向 很多东西是有一些变数 在其中的 对 所以为什么孙正义 投的这些公司 刚开始很多 你看投了多达47家亏损 只有26家赚钱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不过说到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这里 剩下一个礼拜 可叫过年了 那这剩下过年的时间的时候 那未来的股市上面来说 你觉得还有些方向 什么样的看法会比较好 其实基本上 当然第一个就是半导体产业 我觉得半导体产业非常重要 然后电动车产业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然后其余的 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 还有一些是存股足 存股足 这一群人 他们不是买金融股吗 他们很喜欢买金融股 金融股不是比较稳定吗 可是因为 其实去年 很多的关股银行 其实没有什么赚钱 因为现在 金融股里面的银行股 它的利益很低 所以它的存放款业务 其实不太赚钱 已经不太赚钱 那所以 而且现在金管会又要求说 未来你的配息 不能超过你获利的一半 那这件事如果开始执行 可能很多席配出来 就不是那么多 那怎么办 大家开始担心 可是去年确实有很多公司赚很多钱 比如说像国泰 国泰金 富邦金 元大金 这些 其实获利是不错的 那为什么它获利很好 主要来自第一个 这个证券收入 因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到现在 你看很多人在做股票 然后交易量很大 每天三千亿 今年疫情关系 反而进到股市里面的量就越来越大 那交易量大 证券公司的手续费收入就很好 证券公司 手续费就算不少了 富邦有富邦证券 国泰有国泰证券 元大元大证券 这个算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说他们有保险公司 那保险公司就是理财 然后加上他们把客户的钱拿去 他们把保险公司的资金 去做股票投资 那股票这一块去年赚很多 这又是一个获利来源 所以保险公司的这些的部分来说 它其实也是赚的 好 这是第二个收入来源 第三个是 他们现在搭很多钱 所以就买基金 做财富管理 这又是一个获利 另外一个是 这个今年 去年到现在为止 很多ETF发行 所以这些ETF发行以后 这些基金公司也收了很多管理费 那我这样子听起来 在整个财务上面来说的话 今年的整个整体都是赚的 还不错 但是就是几个金控 所以我觉得 大家也在想说 要不要存股 很多人也在问我这个问题 就说我金融股还可不可以存 其实我觉得金控的部分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就金控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可以持续 但银行股的部分 可能就没有那么 好不好 我们也不能说太多 但大概我觉得金控的部分还不错 金控的部分还不错 还不错 不过像这样子的话 现在看起来的话 你刚刚我们看到的曲线 台积电的部分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外资又开始进来 那台积电还可以行多久 Q1 Q2 到Q3吗 我现在 有人倒是说到了Q3以后 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性存在 为什么我觉得 现在上半年 我觉得还不错 其实我们刚才讲 那个汽车晶片 晶片 插队这件事的后座力 什么时候会发生 你觉得什么时候会发生 我们刚才讲不是 最快也要三个月 就是它三个月后才能插队 甚至可能要半年才能插队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会继续炒的半年吗 估计这个的效应 因为它一旦插队以后 台积电的成本提高 什么良率这些问题的影响 我估计是半年以后的事情 所以至少台积电还可以夯半年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我刚才讲 插队这件事情 就是汽车晶片 插队这件事情的影响 我觉得最快三个月 慢则半年 那所以至少我觉得三个月 你就比如说他答应他 那你也三四五 那是不是也六月的事情 对 那如果半年三四五六七八 那也九月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 过完年一回来 其实台积电的问题 我觉得都还不大 因为现在还是只有一个状况 就是满载 然后供不应求 然后涨价 那我这样子看起来 那整个上半年多都还不错 可是问题 现在疫苗各地在打 而且现在全球 你看今天美国的确诊的数量 已经开始在下降当中 表示说疫苗已经在发挥功能了 那到时候 关于手机跟家用办公的 Notebook的使用的量 开始需求在下降的时候 会不会晶片的需求 相对的也就是下降 最快我觉得要到半年 你要到Q3以后 下半年以后 所以我觉得上半年 我们不用太过担心 当然我们稍微把眼光 放有一点的话 这一次央行的礼监士会议 有几个礼监士 提出了一个看法 他们说台湾的利率 到目前为止降无可降 意思就是不要再降了 是不是可以思考 未来升息的可能 就他们只是提出来 所以你意思说 因为未来的可能到今年的 连中之后有可能会升息吗 中间的中过后 中间有没有可能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在关心的一个话题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从来 没有听过央行礼监士会议 要升息 提出这样的一个言论 降息这几年就在降 但是突然之间 这几个人提出来 而且发现说第一个 经济的状况 已经慢慢恢复了 像刚刚你讲的疫苗的状况